《生命纪》第32章的48节听我来念 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上这亚巴林山中的尼泊山去 在摩亚地与耶利哥相对 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 你必死在你所登的这山上归你列祖去 像你哥哥亚伦死在和耶山上归他的列祖一样 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 加底斯特米利巴水 在以色列中没有尊我为圣 得罪了我 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山 你可以远远的观看 却不得进去 我们刚刚读的这段圣经的地点就是这里 尼泊山 那么刚刚导游也介绍过 它的大概的背景是如何 那你要知道圣经这里面有一点很有意思 它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 用了40年的时间走到这里 那我们曾经计算过 如果直接从那个埃及走路到 以色列的距离的话 怎么样两个礼拜就到了 但是以色列人用了40年 那我想今天我们站在摩西 对着耶路撒冷对着整个的加南美帝 在缅怀这段历史的时候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 为什么以色列人他要用40年 走两个礼拜的路 为什么 我想第一个就是说 他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引导 就上帝在很多时候 在我们的生命中 给了我们很多明确的指示的时候 只是因为我们人性的软弱 我们不愿意什么 跟随神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么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这样 其实也是 我们今天基督徒 我们明明很清楚知道 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引领 但是我们愿意跟随神的时候 但是我们心怀良意 就像以色列人一模一样 他们是心怀良意 这也就是耶稣对门徒们的挑战 你们心怀良意要到几时呢 那么还有一段圣经是很重要的 就是在生命纪的34章1到7节 你知道整个的生命纪 根据保守派的学者的意见是 是摩西在这座山上写的 那我个人并不这样认为 但是很多学者是这么认为的 那另外一段圣经里面 很有意思的是讲到了什么 就是说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亚地 摩西死的时候是120岁 也没有昏花 精神没有衰败 如果你看生命纪34章的1到7节 有这样的记载 但是这段圣经当中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大家记得 一定要记得 我今天一定要讲的 就是这段信息当中说到 摩西死在哪里呢 在这个山上 但摩西埋在哪里呢 没有人知道 就是说 是不是在这段山上 我们不知道 圣经只是说 是在这个摩亚地 但到哪里呢 没有一个人知道 为什么 你们想过没有 因为什么 因为他怕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偶像 他怕他的墓会成为以色列人朝拜的地方 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中只有一个神 没有任何的偶像 偶像就是在神跟人中间有了第三者 所以今天当我们站在这里 我们没有看到摩西的墓地 我们只看到的是这座山 所指向的耶路撒冷 指向的犹太全地 神就提醒我们 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不可以有偶像 OK